說一律為師父是前載為父 以後我們都是同一個人 金楊先生請用來 謝謝 以前 你以後就是我的學生 老師的經驗來教導 今天老師我 我很想要教 因為我做網家認識老師 然後我之前就有跟學姐討論說 就是沒有一個地方 可以讓我好好的學習 然後很難過就是 我覺得我很認真 可是沒有老師看到我 然後他就跟我說 你可以問金楊老師啊 然後之後我就傳訊息給老師 然後就打電話跟我說 如果你可以成為國報的話 你希望可以 希望我可以參加考考看這個醫生 然後我覺得 到了今天我就覺得 終於可以成為老師的醫生 因為我第一次見到老師的時候 是在大老城青年團 然後老師就是很無私的奉獻 就是你不會說 可能時間到了 然後就說下課 你是教得很起敬 高級時間的那種 我不太會講話 可是我很希望可以 真的把老師的東西 學到精髓的部分 我不是很聰明的學生 我覺得努力得來這件事 不可以用在這邊 因為大家都很努力 可是我只能說我可能比較幸運 可以成為老師的醫生 然後貼身的學習 然後貼身的學習 希望老師之後有什麼問題 或者是有什麼需要加強的地方 老師可以給我掌握 以前你很乖 我很認真 老師如果在教你都認真 有一個老師要告訴你 這句話說 我們做一個緣外 我們不要心裡有一個歌 要說我不是做主角 不要那麼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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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舞蹈 卡 卡 好快 好快 這是軟 這也是軟 這也是要做舞蹈 這也是要做舞蹈 沒有夠 老師教你 什麼都教你 只要你看小米老師 你不論什麼教學給他做 大靠舞台 都要讓觀眾看到我們 這是做第一成功的願望 不是說你經常跟你轉型 你這個教學 你就是這個教學 有時候做舞蹈 你的故事也是要做 這就是在學習 每一行都要學 以後你不知道 如果派什麼教學給你做 都是哭你不懂 你還記得老師跟他講 這個教學 以後老師會盡量 跟他教學 你要認真 很感動 跟他生氣 來個象徵 好 謝謝